姑奶奶我吃个芋头控 同时也很喜欢吃红豆 今天就来个双重享受 做个芋泥红豆派来解解馋 这是主要材料与数量表 请参阅 首先先来做红豆馅 红豆洗净后最好能泡水 6个小时以上比较容易煮熟 泡水后洗净加入300克的清水 我这次是用电锅来蒸煮 外锅加入3杯水 煮到电源跳起来就可以了 红豆煮到松棉之后就可以放入糖 因为红豆的水分还有点多 所以就把它移到炉火上 开小火慢慢的把水分收干 接下来做派皮 首先奶油先隔水加热 煮到奶油融化就可以了 接下来拿出9片消化饼 放在夹链袋中 然后把饼干压成粉末状 再倒入融化的奶油 然后把饼干和奶油混合均匀 再倒入做派的盘中 再压整成派皮的形状 成型后需放入冰箱冷藏一个小时 接下来做芋泥线 芋头去皮后再洗净 洗净后再切成片状 再盖锅蒸煮20分钟 确认熟透后即可出锅 趁热拌入糖 再加震剩热 再加入奶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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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凉后再加入鲜奶油 或是鮮奶都可以 然后搅拌均匀 再将芋泥平铺在派皮上 再铺上红豆泥 然后把红豆泥整平 最后做脱模 这样口感绵密的 芋泥红豆派就完成了 你是否也跟我一样喜欢芋泥和红豆馅呢 可以同时吃到芋泥和红豆 真的是超满足的 好了这次分享就到这里 谢谢您的收看 如果喜欢我的频道 欢迎订阅 您的订阅是我极大的鼓励哦 谢谢你 再见